他是最软的软科幻电影 软到全片只有一个演员 他也是09年最好的科幻电影 好到当年有媒体评价 他能和2001太空漫游相比间 如果你想了解极致的孤独是一种什么体验的话 那你不妨听听他的故事 他叫山姆 是生活在月球上唯一的一个人类 也是月球上唯一的一个社畜 当然 他的工作相比大部分人都要轻松 只用等着全自动开采车采集完能源 然后再将采集到的能源传回地球就好了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只有半小时 但真正折磨他的是深入骨髓的孤独 更悲催的是他刚来月球时 基地的通讯系统就好巧不巧地出现了故障 这直接导致他不管是跟公司汇报工作 还是了解家人的近况 都只能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来进行 山姆在这里已经待了快三年了 不休蝙蝠的他相比流浪汉 用自学成才的雕刻艺术家来形容或许会更加贴切 而除了雕刻家人和房子之外 他还会一个人自言自语 会给自己的绿植取名 甚至会问候他们的感情状况 他最期待的事情 也只有在晚上做一些男人最爱做的梦了 而这里唯一能陪伴他的 是眼前这个叫做克里的恋爱机器人了 可最近他却很烦这个自带表情包的克里 因为他虽然会说话 但说的话越来越不好听了 除了日常基本的工作交流之外 就是不断地问他的身体状况 生怕他马上就英年早逝了一样 虽然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差 每天坚持锻炼坚持跑步的他 不仅越跑越喘 越跑越累 还时常感到头痛牙痛 甚至开始出现幻觉看到妻子坐在他面前 但他也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和公司的三年合约马上就要到齐了 在在冰箱上画满十个表情后 他就能重回地球和家人团聚了 可就在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去开采区取回能源 行驶到半路上的他却再一次地出现了幻觉 恍惚的他一个没注意直接撞上了采集车 而剧烈的撞击也让他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一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基地 但诡异的是他却不记得自己发生过意外 而身旁的柯里也只是显示出笑脸的表情 并为了他的身体着想让他再多躺几天 可没过多久 他就再也躺不住了 亮亮呛呛的他刚走出医疗室 就模糊地听到柯里好像在跟谁交谈 可等他好奇地走过去问世 柯里却表示他只是在给公司录制视频 起初他也并没有多想 但当他身体彻底地恢复后 却发现了更多诡异的事情 先是基地的大门一直处于锁定状态 再是当他发现有台采集车出现故障 准备出去修理时 柯里却多此一举地说需要向公司汇报 而等公司的录像传来 公司高层又要求他原地待命 说很快就会派救原船过来维修 这种种异常让他一下子变得烦躁 于是他趁着柯里不注意 故意将基地的供养系统破坏 等到柯里过来维修时 他借口以维修外层裂缝的原因 成功地让柯里解除了基地大门的限制 尽管柯里不断地强调让他不要乱跑 但他一出来就直接朝着采集区开去 当他打开车门时却诡异地发现车里竟还有一个昏迷的人 等他擦拭完头盔上的灰尘 又惊恐地看到里面的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珊姆飞快地将男人带回基地 不断地质问柯里这个人到底是谁 可柯里却直接忽略了他的问题 只是说他需要立马治疗 很快男人在医疗室醒了过来 而他眼角的伤痕显示他才是最开始的那个珊姆 还没回过神的珊姆 突然看到另一个自己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 还以为是幻觉的他立马用力按了按自己的伤口 可身体传来的疼痛感 很快就让他意识到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本就精神接近崩溃的珊姆彻底凌乱了 他的身体也感到一阵阵的窒息 回到房间后的他 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新珊姆只是自己的克隆人 而他自己马上就能够回家了 当他认定这就是真相后 他开始尝试着和新珊姆接触 毕竟来到这里快三年的他太过孤独 孤独到他只想找个人说话聊天 哪怕这个人也是他自己 可随着两人逐渐熟悉后 他发现尽管两人有着相同的记忆 但本质上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射出了三年的珊姆沉稳中带着颓废 而以为自己是刚来基地的新珊姆 强壮健硕的身体下却格外的暴躁 并且他们双方都认为对方才是那个克隆人 当新珊姆逐渐熟悉了基地的生活 后知后觉的他也察觉到问题所在了 那就是为什么在珊姆撞车后 他能立马来到基地 又为什么通讯系统始终没人维修 所以新珊姆猜测他们两人都是克隆人 因为对于一家利益至上的公司来说 相比于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培训一个新人 重复不断的克隆珊姆这个完美的社畜 显然更加的划算 并且他认为基地内一定还藏着大量的克隆人 可哪怕他将整个基地找遍 甚至将珊姆宝贵的木雕掀翻也还是一无所获 也为此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可诡异的是明明只是被新珊姆简单的限制住 但珊姆就像受了重伤一样血流不止 也因此他再一次找到克隆 他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克隆人 这一次克隆并没有逃避他的问题 而是直白地告诉珊姆他确实也是克隆人 并且每一个克隆人都是被他所唤醒 甚至就连他对家人的记忆都是刻意植入的 只为了让他有回家的念想和期待 从而可以更加努力地工作 了解到这残酷的真相后 珊姆彻底地沉默了 一直以来支撑他坚持下去的记忆 在这一瞬间彻底地摧毁了他所有的意志 就连冰冷的克里都看出了他的难过 当珊姆试图用自暴自弃来逃避这一切时 新珊姆再一次找到了他 他回想起了自己刚醒来的时候 克里似乎正在跟地球实施通讯 所以他猜测基地的通讯系统或许从来就没有损坏 而只是受到了某种评定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无法联系上地球 他说服珊姆和他一起走出基地寻找 果然就在他们驶离基地工作边界的不远处 两人各自都发现了所谓的信号干扰器 也就在这时 珊姆的身体突然感到极度的不适 回到基地后他开始不断地突袭 甚至就连牙齿都开始自然脱落了 他想要查询自己的健康档案了解原因 可系统却显示他并没有访问权限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克里突然走了过来 他伸出机械臂直接帮珊姆输入了密码 等到他进入数据库后 他也终于看到了之前的克隆人所留下的视频档案 似乎所有的克隆人在三年期限快要结束时 都出现了严重的身体机能衰退 而更让他惊恐的是 所谓返回地球的休眠舱实际上竟是焚化炉 满怀期待的他们最后的结局竟是被残忍的销毁 珊姆拖着残坡的身体来到了反舱室 经过一番搜寻之后 果然在地板上找到了一条密道 他和新珊姆一同走进了密道内 而这里偌大的空间存放着无数的休眠舱 而每一个休眠舱里都躺着一个全新的珊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珊姆麻木了 可他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确认 他拿起一台通讯设备 开着车远离了基地的信号屏蔽区 等到设备提示通讯信号已连接后 他试探着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可电话接通后出现在屏幕上的却不是他的妻子 而是已经15岁的女儿 并且从他口中 珊姆得知了妻子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听到这里他直接愣着了 内心的悲痛差点让他无法组织语言 而对面的女儿看不到珊姆的画面也起了疑心 听到这个声音后 珊姆立马挂断了电话 因为他知道那是自己的声音 而那也是自己的本体 他千疮百孔的内心在这一刻彻底的崩溃了 他哭着对自己说 他想要回家 可讽刺的是哪怕宇宙在浩瀚 也在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回到基地后的珊姆彻底的病倒了 新珊姆将他搀扶到床上后 他也看到了珊姆的电话录像 哪怕现在的他并没有女儿出生的记忆 可听到妻子死亡的消息和珊姆对回家的渴望后 他也暗自决定要做些什么了 再加上距离救援船抵达月球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 他知道如果到时候公司的人发现了两个珊姆 那他们都会被公司处理掉 所以为了活下去 他打算唤醒一个新的克隆体 然后将它杀死 将它放进损坏的漫游车内替代珊姆 然后让真正的珊姆利用运输能源的火箭回到地球上 而他则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但两个小时后 珊姆突然改变主意了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游进灯窟了 哪怕回去也没有意义 并且他知道他们不能杀人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克隆人的残酷事实 但他始终认为他也是拥有人性的人类 所以他决定让新珊姆回去 而看着他坚定的眼神 新珊姆知道他心意已绝也不再躲眼了 他将珊姆重新放回损坏的漫游车内 此时距离救援船抵达只剩下一小时40分钟 就在他急忙准备返航时 克里突然走过来让新珊姆将他格式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公司的人查看他的记忆卡 这打破常规的建议让新珊姆愣住 他没有想到他这短暂的一生唯一感受到的温暖 竟是来自于一个看似冰冷的钢铁机器人 做完这一切后 新珊姆躺进了机舱 可就在机舱门关闭的前一刻 他再一次跑了出来 飞快地来到总控制室后 他利用程序修改了采集车的行驶路线 让采集车将信号干扰器撞毁 这样后面醒来的克隆人就能恢复通讯从而得知真相 接着他在救援船抵达的同一时间返回了机舱 而在漫游车上奄奄一息的珊姆 看着从眼前划过的火箭 也终于彻底地闭上了双眼 故事的最后 回到地球的新珊姆揭发了公司的阴谋 从而让他们彻底地身败名裂 可他接下来的命运 似乎并没有人在意了 这就是珊姆和月球的故事 一个卑微如尘埃的故事 也是一个伟大却讽刺的故事